近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就对方的人权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 在3月18日阿拉斯加会议上,双方在开场白中就对人权问题展开唇枪舌战。 接下来,3月2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度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几天后,3月30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 其中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严厉批判,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十分激烈。 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中国政府也批评美国政府侵犯人权。 这种相互指责,谁又理谁为理呢? 是不是都有理呢? 照有些人看来,中美两国政府都有侵犯人权的问题。 半斤八两,彼此彼此。 或者是一个侵犯的多一点,一个侵犯的少一点,五十步笑百步。 再或者是小物见大物。 总之,他们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都有侵犯人权的问题, 只不过在程度上有差异而已。 不对,中美两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差异,绝不是程度的差异,而是本质的差异。 中国政府再侵犯人权,美国政府没有侵犯人权。 首先,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 拿这个标准来看中美两国人权状况,谁好谁坏,一目了然。 其次,我们务必要弄清楚概念,弄清楚什么叫人权,什么不叫人权,什么叫侵犯人权,什么不叫侵犯人权。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比谁都清楚。 人民日报4月8日发表文章, 狭隘的人权理念十足的霸权主义, 反驳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文章说,在这个报告中,美国再次把他对人权的狭隘理解作为所谓的人权标准,把和他的标准有差异的状况通通归为侵犯人权。 文章还说,在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单单减出在美国的国家制度下,被高度请到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偏债权。 这个等于承认,如果用所谓美国式的狭隘的人权理念,其实这才是人权理念的本来含义。 如果按美国的人权理念做标准,美国当然是做到了保护人权。 而那正是美国的国家制度所保障的,而中国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 但是用中国所谓更宽泛的人权理念做标准,那你美国才是侵犯人权,中国才是保护人权。 所以这个问题,我在上个月的评论,是美式人权的破产吗? 其中已经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美国有很多问题,中共发布的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中, 列举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字体的媒体。 报告的首页,登出的是去年,被警察致死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那句话, 我无法呼吸。 应该说,这份报告中列举的事情,大都是真实的。 但是这些事并不叫侵犯人权。 什么叫侵犯人权? 打个比方,好比球赛。 运动员不守规则,叫犯规。 但是违犯规则不等于破坏规则,不等于践踏规则。 只要裁判依据规则,对犯规则进行制裁。 规则的意义正在于谁犯规,谁就要受罚。 为者受罚正好证明了规则没有被破坏,正好证明了规则再起作用,正好证明了规则的完整存在。 只有当裁判不照规则办事的时候,才意味着规则被破坏,被践踏。 看一场球赛是不是遵循规则,不是看其中有没有球员犯规,而是看裁判是不是遵循规则,对犯规的人给予应有的制裁。 同样的,所谓侵犯人权,指的是政府。 我们对一个国家人权状况进行评判,主要是针对该国的政府,不是针对一番个人。 保障人权的问题,主要是政府的问题。 也只有政府才可能做出侵犯人权的行为。 盗贼抢到你的财务,和共产党政府供你的产是不一样的,后者才叫侵犯财产权,侵犯人权。 美国也有很多坏事,但他们基本上都不叫侵犯人权。 例如有警察在执法时对嫌犯使用过度暴力,这当然是坏事。 但是,只有当警察过度施暴,是出于执行政府的指令,或者是被政府认和,被政府纵容。 因而,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属于政府的行为的时候,那才算侵犯人权。 反过来说,如果有警察对嫌犯使用过度暴力,政府就追究,就依法审判。 好比求援犯了归,就被裁判惩罚,那就不算侵犯人权。 像弗洛伊德案件,这类的案件,之所以不算侵犯人权,道理就在于此。 我们说,美国是一个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国家,无非是说,在美国人权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权力受到制衡,有独立的司法,有体现程序正义的审判制度等等。 我们当然知道,美国绝非实现实美,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既然美国实现了上面这几点,那么它就是一个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国家。 今天中国没有上面这几点,所以中国就还是一个蔑视人权侵犯人权的国家。 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任何否认这种本质差异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 西藏中南 西藏中南 北京内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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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把目光图像让去,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和中共当局的守护民主政策,体会藏中人民的喜怒而乐,他们困境和渴望。 接近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一起纵览西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爱珍,西藏纵览,欢迎您与我一起纵览西藏。 在近日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美国国务院指出了所谓的中国重要的人权问题,包括西藏,香港和新疆。 而流亡藏人将在4月11日进行投票。 这是对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 投票结果将于5月14日公布。 本期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些情况。 相关旁白录音由安特担任。 3月30日,自由亚洲电台藏女组卡丹·洛多采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询问中国、西藏和新疆人权状况的恶化,以及对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对美国政策的期望。 卡丹·洛多首先请巴斯比就国务院新进发布的2020年人权报告,对亚洲、尤其是中国、西藏和新疆,简要概述一下它的重要意义。 巴斯比回答说,正如美国国务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担心世界各地的人权倒退,其中包括亚洲和中国,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 我认为这是目前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 卡丹·洛多接着问道,根据最新发布的人权报告,在中国、西藏和新疆乃至香港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将采取哪些具体行动? 巴斯比再次表明,正如国务卿所强调的,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不仅是我们自己采取行动,而且还要与其他有志一同的国家合作。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在缅甸和中国方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了协调一致的努力成果,对中国和缅甸境内的侵犯人权行为大声疾呼,并采取具体行动。 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在中国实施的制裁,欧洲联盟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在缅甸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的类似制裁。 当被问及这些将盟友团结在一起的共同努力,是否将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焦点时? 巴斯比说,我认为,对于本届美国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不要独自行动,而要与我们的盟友一道行动。 对于行政部门而言,这将继续是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 记者并询问巴斯比,您今天看到了一些有关香港的报道,内容涉及,如果要竞选香港议员,必须向中国政府提供经过审核的信息。 人们非常担心,现在几乎所有事情都由中国共产党控制,而且那里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对此情况,您有多担心,您打算怎么做? 巴斯比说,我们对香港的倒退感到极为关切,并且我们多次表明,我们认为,北京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先前就香港的自治权所达成的协议。 因此,我们非常非常关注。 迄今为止,我们已采取了许多行动,包括对负责香港相关政策,以及犯下这些罪行的官员进行制裁。 自由亚洲电台继续向巴斯比提问,您认为,这些制裁是否会奏效? 您希望中国政府做出什么反应? 中国已经开始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制裁,美国将采取的下一步是什么? 巴斯比说,是这样,从短期来看,有时候您不会看到行为的变化,但是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当实施这类制裁时,您确实会看到变化。 同样,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不仅是独自行动,而且要与我们的盟友,例如英国、加拿大、欧盟联合行动。 我认为,通过共同行动,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思想产生更大的影响,而现在则是对中国的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又问,现在特别是在西藏,国务院尚未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对于上届政府来说,任命一个人需要花费三年半的时间,因而藏裔美国人和其他藏人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早日采取行动。 在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方面,人们现在应该有什么期待? 巴斯比指出,国务卿已经坚定地表明了,任命一名藏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心。 因此,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个职位将被任命。 政府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该人选的时间和身份。 但是,国务卿明确表示,他打算任命该职位。 而关于这个问题,自由亚洲电台继续又问,上届政府的任命是助理国务卿,而不是副助理国务卿。 但在此之前的政府中,他们都是副助理国务卿。 因此,人们现在担心,这象征着某种地位的下降。 如果有任命,将由副助理国务卿担任吗? 巴斯比则表示,我不能说谁将继续担任这个职位,这将是国务卿做出的决定。 但是,我相信,国务卿会任命一位有能力并且能升任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 卡丹洛多也提问,在与劳工有关的问题上, 2020年有报道称,超过50万的藏人被迫在中国或西藏的劳动营工作。 如您所知,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曾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他在西藏实施了许多强硬措施,后来被复制到新疆。 现在,新疆的手段在西藏再次被复制。 美国政府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您会考虑派一个真相调查团去西藏吗? 巴斯比指出,我们非常关注有关西藏强迫劳动的报道。 坦率地说,无论发生在哪里的强迫劳动的报道,我们都担心。 当这些报道出来时,我们深切关注这一点。 您可能知道,美国有一些针对强迫劳动的法律,排除以强迫劳动制成的商品的进口。 因此,我认为,我们将考虑其中一些主管部门,以决定如何应对关于西藏强迫劳动的指控。 最后,卡丹洛多问巴斯比,您对本届政府任期期间,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情况,有多么乐观的希望,情况会有所改善吗? 巴斯比回答说,我们当中,那些致力于人权的人们,总是必须对我们的行动抱有希望。 无论是他们报告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情况,是实施制裁,还是采取其他可改善人权的政策。 我认为,那些致力于人权的人,对我们的行动,必须始终抱有希望。 所以,是的,我要说,我们必须充满希望,以便继续进行我们的重要工作。 卡丹洛多随即补充问道,您和国务卿会不会考虑,或者说,拜登总统是否考虑去印度与达赖喇嘛会面? 对此问题,巴斯比回答说,我不想在我,总统或国务卿可能做的任何旅行之前有所表示。 但是,我们确实认识到达赖喇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继续根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直接和建设性的对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西藏纵览。 我是陈爱珍,与您一起纵览西藏。 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近日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公布藏人行政中央第十六届内阁嘎下司政两位候选人名单,分别为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编八次人,和前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吴嘎昌格桑多杰。 西藏的新思政必须继续推动与中国就扩大西藏自治权进行对话。 吴嘎昌格桑多杰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藏语组采访时表示, 但我对中国政府将与西藏政府进行对话并不太抱有希望,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加强西藏自由的斗争。 西藏政府必须将更多的关注放在这场斗争上,而不是仅仅关注政府。 我将继续努力争取和获得印度政府及其公民的支持。 编八次人在与自由亚洲电台进行访谈时也承诺,将寻求与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交流的所有可能方式。 但是,在解决西藏问题之前,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确保西藏内部的藏人感到高兴, 并找到办法拒绝中国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环境的同化政策, 以及不断涌入藏区的汉人移民。 这些问题将仍然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是照顾流亡藏人的福利的问题。 5月14日的选业结果,还将选出流亡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的45名议员。 其中10名候选人分别代表传统西藏三区、魏藏、康巴和安多, 以及藏传佛教四大传承及雍众本教的各两名代表。 此外将投票选出各两名成员,分别代表北美、南美和欧洲的流亡藏人社区, 以及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代表,不包括印度、尼泊尔和布丹。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 印度的藏族居民对所宣布的候选人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了解。 其中一些人说他们很了解情况, 而另一些人则感到困惑。 南印度居民洛桑隆多说, 我已经彻底研究了所有这些候选人的背景, 因为他们将代表六百万藏人。 呆数字包括了, 估计仍生活在其传统家园中的藏人人数。 洛桑隆多表示, 他希望诚实和奉献的人能够代表出席议会。 南印度另一位居民丹增区吉说, 由于有太多候选人进审国会议员, 我感到非常困惑。 因此, 我依靠诸如脸书之类的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来帮助我做出决定。 关于如何最好的促进居住在中国的藏人的权利与自由, 在西藏流亡社区中一直存在分歧。 一些人呼吁恢复1950年中国军队进军西藏时失去的独立地位。 藏人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采用了一种称为中间道路的政策。 该政策接受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但是, 敦促生活在北京统治下的西藏人影响有更大的文化和宗教自由, 包括增强的语言权利。 本届司政选举的两位候选人都支持中间道路。 好, 听众朋友, 本期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 我是陈奈珍, 西藏纵懒, 感谢您的收听, 也欢迎您继续与我一起纵懒西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欧洲, 之后英国、法国、德国等北约国家随即宣布要派遣或是声明要到南海, 第一岛链周边的水域实施航行自由的行动。 中国官媒跟网络的舆论称为新八国联军, 但中共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一个警号。 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所长马正坤, 6号在远景基金会举办的座谈会上指出, 不要忘了, 大清帝国末期的时候, 朝廷跟各国列强之间的许多周旋、谈判, 甚至于到最后产生的战争。 那么在大清末年的时候, 有太多惨痛的教训, 就是因为朝廷在乎的是颜面, 在乎的是执政当局的颜面, 而把颜面置于真实的国家利益之上, 那么到最后导致了国家的悲剧。 马正坤提到杨洁篪在阿拉斯加17分钟的发言, 强调中国国家的尊严, 尤其他强调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逻辑, 跟大清帝国末期的时候, 朝廷官员们的思维逻辑, 其实是一致的。 那么这是让中国会掉入一个国际政治的危险当中。 马正坤分析, 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是, 国与国之间有利益的交换, 也有利害的权衡。 但是当杨洁篪把整个中国对外的姿态拉高到一个不吃这一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未来中国在整个的外交工作上很难当遭遇到国家尊严跟真实的国家利益, 两者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 甚至冲突的时候, 很难两者顾全。 与此同时, 中国大陆派遣辽宁舰组成远航编队, 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表示, 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 旨在检验部队训练的成效, 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 对此, 马振昆说, 中国大陆虽然强调这是正常的演训, 但中国大陆常常以正常的演训掩护不正常。 正常演训若顾及台湾的感受, 不应该接近台湾的海空域进行活动, 这带有军事威胁性。 马振昆还说, 辽宁舰是以训练为主, 没有真实作战的力量, 但是不能轻忽这一次下水的水面舰, 从万顿的驱离舰到护卫舰都是解放军海上的主力战舰, 制空、制海的现代化作战能力不容小觑。 此外, 近期有大批身份不明的中国渔船占据南沙群岛、 牛二郊海域引起菲律宾的强烈抗议, 美国智库专家直指中国的手段很阴险。 同样的, 中国大陆在东海、南海、台海, 也频繁地发动渔船、公务船骚扰攻势, 外界形容犹如第二海军, 以民兵座前锋进行超限施压。 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成教授李世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中国要形成一个共管的局面。 李世辉提到对于钓鱼台, 他就先派了渔船, 之后又派公务船再制定海经法。 国防大学教授马振坤提到, 胡锦涛时代官方拍摄的大国崛起纪录片, 强调要以文明的方式崛起, 并批判西方大权式的崛起, 但目前中共在台海的作为, 却与宣传的价值不符。 一个大国崛起, 如果是文明的姿态崛起, 它就可以长久屹立于世界。 如果是以军事的霸权崛起, 那么终究它会激起所有国家共同的反抗。 中国茶馆,新闻茶馆, 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中国茶馆, 我是主持人小安, 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里和大家见面了。 中国茶馆节目时间是半小时, 我们关心大家关心的话题。 听众朋友, 离2022年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从布置修建会馆, 到志愿者的招聘, 作为主办国, 中国正在加紧筹备。 近日, 国际上有关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和讨论, 开始升温。 那么举办一次奥运会确实不是简单的事情。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不要把体育政治化, 但是实际上体育特别是奥运会和政治还真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由于中国官方媒体一言堂的情况, 许多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奥运会和政治特别是和人权有什么关系。 那么国际上为什么会出现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音? 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到底有何意义?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半小时周末茶馆节目探讨的话题。 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世界维吾尔大会是呼吁国际社会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要团体之一。 那么首先呢, 就请听我对这个组织的中国事务部主任, 现在美国的伊利夏提科尔博尔先生的采访。 伊利夏提科尔先生您好。 您好。 由中国北京举办2022年的冬奥会这个事情呢, 是2015年国教委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决定的。 那么你们这个组织啊, 公开抵制北京的这次冬奥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维吾尔组织,尤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我们以至北京举办奥运会呢, 可以说是历史很长, 不仅仅是从2015年, 国际奥委会给了这个北京2022这个奥运开始的, 实际上如果大家稍微回顾历史的话, 当国际奥委会给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之前, 我们一直在进行继织反对, 因为这是一个极权政府, 是共产主义的残余, 而且是共产主义达到最邪恶的一个阶段。 这次呢, 现在呢, 你们抵制北京2022年的这个东西奥运会, 有哪些更为具体比较新的因素呢? 这次的抵制最重要的因素呢, 是2016年开始, 在研究室中国拿到了在2022年举办的东西奥运会, 的权力以后, 2016年就开始在中处决斯坦出现大规模的集中营, 聚压几百万人。 就是说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吧? 是的, 中国成为新疆, 但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处决斯坦, 在这里呢, 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营, 那么这些集中营聚压了几百万人, 包括我的亲人, 我的妹妹, 我的母亲, 我不知道在哪儿, 那么我们呢, 都失去了联系, 而且呢, 国际社会已经把它很多的学者, 很多的政治家把它定义为, 一个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误解, 另一个呢, 是法律性的, 以司法的定义把它定义为种族灭绝, 也就是说中国极权政府已经严重的反制字化, 纳粹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再允许它举办奥运会, 就是重复1933年德国纳粹的奥运会, 等于是让人鼓励它, 继续它的鼓励它政策, 所以我们联络各个人权组织, 挂起了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的这个运动, 今年有一个有180多个组织联合在一起的国际联盟, 来共同呼吁抵制中国的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你们组织就是联合的这个联盟, 就是这个吗? 是的,这个联盟包括了有犹太人组织, 因为犹太人是经历过纳粹大扑杀的, 对这个是非常关注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国际人权组织, 包括一些研究造工各个方面的组织, 也包括楚伯特、南蒙古、维吾尔的各种其他的组织, 全部都在内, 还有一些研究机构, 包括联合国下属的一些研究种族灭绝等等的这些组织, 那么这里面呢, 当然也包括了我们。 伊丽莎齐先生, 那你们这个组织也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组织网站有声明, 说明你们这个组织是致力于非暴力和民主手段, 来促进民主人权以及维吾尔民族自由的这样的, 由海外的维吾尔人组成的组织,是吧? 是的,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章程里头显得很明确, 而且呢,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在德国注册的一个组织, 总部在目的黑, 那么这个组织呢, 每年都要接受国际社会以及德国的监督, 所以我们一直是提倡非暴力的, 这个合法的组织, 而且我们组织呢, 也得到了联合国一些人权组织, 包括美国政府的肯定,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 多利古纳伊萨先生, 可以来美国, 而且呢, 进白宫, 进到国务院会见各个领导人, 这一切都证明, 我们是一个合法的, 一个守法的, 遵循国际法律的一个组织, 非暴力和平的方式, 推进维吾尔人人权, 推进统绝斯坦各民族的人权平等, 以及呢, 最终通过民族自觉的方式, 实现统绝斯坦最终的自由和民族平等。 那么您介绍, 你们这个组织是这样一个合法的海外的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新华社这样官方的媒体在文章中, 总是把你们称为是美国支持的示威会, 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的代言人? 其实实际上介绍维吾尔大会, 我应该再加以一个稍微的补充,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美国有办事处, 去年开始设的, 在英国有办事处, 在法国有办事处, 最近又在土耳其设了一个办事处, 也就是说,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这些国家, 包括在马来西亚也有办事处, 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些国家的合法的注册和合法的存在, 那么至于中国共产党, 指得我们是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 共产党自己就是贼罕作罪的最大的恐怖组织, 稍微等中共历史的人, 稍微翻一下中共的历史, 从江苏的什么雷彼团开始, 毛泽东到阳安的整邦, 到反右, 光沙大革命, 是最恶劣的, 最肃忌惮的一个恐怖组织, 世界上最大的就是中国, 所以他把凡是反对他的, 凡是促进人权, 要求平等, 自由, 更开放社会的人, 都指责为恐怖组织。 那你们现在就是呼吁国际社会要抵制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 那具体你希望他们怎么样抵制, 是希望哪些国家参与, 或者是运动员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抵制呢, 可以讲的具体一点吗? 可以, 我们并不是要求哪个国家去抵制, 我们是要求凡是遵守文明, 人类尊严奥运会的奥林匹克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是从希腊的奥林匹克开始的, 那么希腊也是现代民主平等, 自由的大原地, 也就是说奥林匹克时和民主自由平等是同一个方言, 同一个种宗旨, 也就是说奥林匹克不是为了推进一个极端主义政权, 一个连自己的律师都不能够容忍的, 连批评自己的声音都不能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极权政府的, 他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平等, 自由公平交流,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求是, 每一个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的人都应该去治, 包括国家组织运动员都应该去治, 因为当每一个运动员在这里头参赛的时候, 我的妹妹在集中营里头可能在哭泣, 可能在被哭泣, 我不希望美国的一个运动员, 作为我的同一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他就欢乐去享受他的高兴, 而我作为一个同样的一个美国人, 我的亲人却在哭泣, 就在同一个给他发奖的这个国家里头, 所以这是每一个自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的人的义务, 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 就被参加这个奥运会的外国人, 主要会是中国人都抵制, 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抵制, 但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这个要求太高了。 伊丽莎提先生, 您刚才提到是您是一位旅居在美国, 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的维吾尔人, 您的亲属还在新疆, 而且您提到他们还在遭受迫害,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 他最近否认了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有虐待的指控, 中国官员也多次提到, 说在中国在新疆有种族灭绝这个问题是这种是荒谬的说法, 那么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 他也提到呢, 说是这个体育政治化将会损害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和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而且他说包括美国二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是不会接受的, 那他这个观点呢, 他这种表态您怎么看呢? 赵立坚, 也许说他是个外交官, 外交部发言人, 不如说他是共产党宣传部的宣传员, 更合适, 所以, 也许他说, 中国军事团没有集中营, 没有酷刑, 没有种族灭绝, 一句话, 开放那块, 让国外的国际社会, 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无阻碍地进入调查, 发现, 评估形势, 然后一切都很容易说明在, 让人们进去, 让记者进去, 不要把记者在那地方挡着他们的路, 让我们和我们的亲人自由地通话, 而不是用中共的环球网, 或者是环球时报的文章去告诉我们, 我们的亲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我们需要的就是他们开放这块, 让我们和亲人通话, 让我们自由地出路, 让我们的亲人能够出来和我们进行通道, 那么这一切呢, 如果我们的指责是错的, 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 这一, 我们能不能够实现最终的体制, 让我们齐力看下我们走着瞧, 看看有多少人参加, 我们会有步骤的施加这种压力, 我相信只要中国继续他的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奥运会一定会被抵制, 我信心比赵立坚更强。 伊丽莎提先生, 那么你们就是说在这个媒体上, 在就是还有社会活动上公开呼吁抵制北京的冬奥会, 那你们跟国际奥委会联系过吗? 跟他们有直接的交流吗? 我们有过交流, 去年年初, 包括中国的民运的人士之一的腾飘先生也参加了, 当时奥委会呢, 多久奥委会答应他们要对人权问题做出一定的评估调查, 但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回复, 但是我们还会继续要求, 还会继续施压, 甚至我们有计划, 我可以透露这一点, 我们会将瑞士洛桑, 奥林匹克总部委员会前面发动大规模的游行, 一定要让他们做出回应。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疫情的情况稍微看一下, 应该是在六、七月份没有问题的, 很快可能在美国的奥委会的总部前, 也会有, 在科罗拉夫都会有活动, 以及奥运, 这样的一个奥运, 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锁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周末茶馆节目主持人小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由于中国官方控制媒体自由, 中国公众只能听到中国官方在反对抵制北京冬奥会上的态度, 听不到国际社会到底是如何看待政治和体育的关系。 刚才, 现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团体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先生为大家介绍了, 他们这个组织为何发起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活动? 那么这种抵制呼吁抗议活动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下面请听, 谢旅居澳大利亚的政治学者, 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博士, 邱昀守先生给大家进一步分析, 这种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在中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各地引起的反应和各方的态度。 邱博士, 您好。 您好, 小阿, 您好。 现在在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都有一些议员或者是政治党派的领袖提出希望抵制北京的冬奥会这样的话题, 那么您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情况怎么样呢? 澳大利亚也知道最近它在国际一些政治事务上经常扮演一种领先帝位, 包括以前的对于那个疫灾情, 还有那个抵制华为亚等等。 那在奥运, 冬奥会这一次的澳大利亚的第一场仍然是领先, 就是从去年年终的时候, 据有一些议员和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呢, 他们已经就是呼吁要抵制北京2022年的这个冬运会。 那么去年10月17日, 澳大利亚的二委会向国会递交了一段报道, 它的基本立场呢, 就跟国际暗议会是一样的, 就是主张就是在政治议题方面呢, 要保持中立, 不抵制, 干预政府的一些事情, 澳大利亚会不应该做, 国际上的, 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观点永远是有冲突的, 但是运动员呢, 就是有一种公平参与提议竞争的权利, 就是说他说的这些话是国际奥委会的基调是一致的。 邱博士, 那就是澳大利亚, 您刚才说也有就是说议员或者民间的声音呼吁抵制北京的冬运会是吧? 对, 首先就是南澳的一个独立议员, 他就说对人权的尊重的考量要优先于体育, 最近中共在新疆的这些行为在国际上涨想这么大, 而且在对澳洲的威胁方面, 还有在南海, 中共在南海的一些行为都对澳洲的威胁。 邱博士, 您说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议员, 那他这些议员观点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吗? 他现在还没有。 现在只是说停留在就是说个别的少数的议员单个的这种呼吁和行动上是吧?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方面传出来的消息都知道, 就是美国正在跟他的盟友在商讨最终的决定。 美国的这个态度呢是美国这个国务院的有一位官员呢, 他是曾经表态就是说是正在和盟国商讨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呢, 后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否认了, 他说美国没有跟盟国商讨共同抵制奥运会的事情。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新疆的问题, 还有这个中国在南海一带的做法啊, 这些都是影响这个事情的因素。 那这个你看香港问题, 还有这个新冠疫情这两个因素有多大影响啊? 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强烈的理智的呼声呢? 已经将对国家族还有其他民族人打架一种。 说种族灭血可能是会重一点, 但是对人权的压迫那绝对是那些罪行是雷雷。 那是有很多视频跟和卫星图像啊都被捅出了, 用老改犯啊就合同啊这活动呢受到。 除此之外, 他在香港的倒行逆施推这个强大, 他完全就是抛弃了以前邓小平的和我养品。 一国两制呢, 说短提早结束, 单方面改变香港这种现状。 那还有最近的大量的打压这些意见的问题, 含无理由, 欲加之罪, 何谎无耻, 然后那种迫害在世界上的公分。 邱博士, 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了, 美国也有议员呼吁抵制这次北京的冬奥会, 美国也有另外一个议员, 他说这样的效果可能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他说呢, 奥运会不仅仅是主办国展示自己的机会, 也是展示美国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平台。 那如果美国运动员不去参赛的话呢, 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展示人类伟大精神品质的这个机会嘛, 让这个美国有很数百万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看比赛了, 也没有办法让人能看到这种美国的爱国主义耐力和体育精神, 所以他认为呢, 就是说如果不参加这次北京冬奥会的话, 世界范围内看不到在这个冬奥会的这个舞台上, 美国的这些年轻的体育英雄们站在领展台上唱着美国的这个国歌, 就是说他这个展示的, 他认为是有全球象征意义的, 如果你要不去的话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这个论调呢, 我这样看, 美国永远是多种声音的一个国家, 另外中国这个冬奥会去比之于否, 也是确实有这么大两个效应, 就是说或许会受伤到某些, 比如包括美国国运动员他做一些准备, 他现在不去, 他那个也是一种损失, 再有一个消息就是说, 国家二委会已经就是在这个转播权, 就是赞助商方面已经有数十亿的收入, 那如果这个时候抵制这个中运会或者班签啊什么这个呢, 损失当然是大,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这样, 就是一个事情我们分析下来的时候, 我们要两害一相横去欺击听, 考虑到另外一面, 刚才讲的那些损失, 他的害处就是小的, 相比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中共这个政权在这几年的变化, 你要考虑到, 已经对世界构成了一种很巨大的威胁, 前所未有, 他咄咄逼人的这种扩张局势, 姿态在今天呢, 跟以前是没得比, 再有一旦, 中共他会利用这个东运会欺骗国内民众, 欺骗国际社会, 说国际社会还是正同他们的, 最近的一些做法, 包括共建人类共同体啊, 他要跟世界和平共处啊等等, 那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呢, 他当然就是说反对个别的外国政客, 把体育运动政治化, 中国的这个奥委会的, 东奥会的这个主席啊杨阳, 说这种类似的做法呀, 是有一种自私狭隘的政治目的, 是不可能得逞的, 而且他说是将体育政治化的想法, 是非常幼稚, 而且毫无意义的, 中国政府他从来就是将王不将帝, 那么这个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 他的态度呢, 他说国际奥委会不是超级大国, 解决不了就是联合国, 机构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然后呢, 他说是那国际奥运会运动, 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场, 这是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官方的立场呢, 那你觉得就是说, 这个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些国际的一些组织, 人权组织, 还有一些国家的议员在呼吁, 抵制北京的奥运会, 但并没有真正的就是政府, 外国的政府, 西方的政府官方表态, 也没有运动员来表态, 来说是确实要抵制北京的冬奥会, 那你觉得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是就是说是一种舆论上的这种抵制呢, 还是说是真的会影响到北京这个冬奥会的举办, 我个人的预测会有一些国家, 但不是同行的, 抵制这个就是奥运会可能也有个别国家, 它不太常参加, 那更多的国家主要领导人都不会参加, 这就是抵制呼声的一种好的效应, 它一定会有起作用的, 另外刚才讲到的奥运会, 今天这个态度, 它也有生动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注意到, 它最近准备成立一个, 二委会第一次准备成立一个人权委员会, 现在开始已经决定跟主办当, 主办城市签订合同里面, 要增加一个人权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保护尊重人权, 防止侵犯人权的行为, 而且要符合国际上登任的一些政权整治的方式来主办这个奥运会, 但很可惜呢, 就是说中共明年初的这个登任会签合同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前面已经签了, 所以按委会的一个新的举措子, 增加这个政权条约还不能适应它, 美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苏珊娜·莱昂斯, 她上个月表态, 她说是虽然支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音不断, 但是这样做的话是会对一直训练的运动员, 奥林匹克运动员是一种伤害, 所以她说他们虽然从来不希望淡化中国发生的人权问题, 但也不会支持运动员抵制这次赛事, 这个你怎么看呢? 确实运动员他长期的训练, 他要体现他自己的价值, 这非常看一眼, 包括现在的国际奥运会主席, 他当时有个小事情, 就是说他在1980年抵制俄罗斯的运动会的时候, 他失去了一个展现自己价值的一个机会, 所以很多人就说他今天采取的这个态度, 跟他的这个经历有关, 这个例子就是说运动员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想法, 但是个别运动员会体制, 或者不参选, 或者在运动会上他会做一些什么举动, 这些都可能发生。 就是美国有一位专栏作家, 中文名字叫季思道, 他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 他就是说北京奥运会为我们带来 应对习近平的筹码, 他就是说其实可以利用这次奥运会来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 他认为就是说对于北京这个奥运会, 运动员还是应该参加比赛的, 电视也应该播放这个比赛, 但是各国的政府官员和商业公司不应该参与, 而且他希望在北京的运动员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来唤起人们对新疆或者是其他地方中国的人权迫害的这种关注, 那他就说如果有运动员明年二月份的北京冬奥会上穿上拯救新疆或者是说结束种族灭绝这样的TG3的话, 那这样的运动员可能有一天会被认为是英雄, 当然这个奥运会的官员可能会找他们的麻烦, 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了, 其实不过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普遍的一种对中共今天的几种特征的反感跟愤怒是在很多人心头的, 在国际社会的大国运动员, 不排除会有个别运动员, 他不在乎参赛的资格, 甚至会受到剥夺, 他都会做出一些这样的自然的反应。 听众朋友, 我们的中国茶馆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让我们感谢现在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的伊利夏提先生 和现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学者邱月守博士 为大家介绍跟北京冬奥会有关的国际政治和人权问题, 特别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上出现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音, 相信这是你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听不到的观点, 当然这些观点并不代表自由亚洲电台的立场。 好的, 这次周末大会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欢迎大家在网上转推我们的节目链接, 主持人小安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林峰。 中国过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中欧关系, 正在因为战狼外交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发力而面临, 功亏一篑。 在欧盟宣布了针对一些中国官员的制裁措施后, 北京也很快针锋相对地宣布了对欧盟的报复措施, 导致中欧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 在此之后, 中国政府又煽动民众, 抵制瑞典知名国际服装品牌H&M。 抵制事件现在是不断地延烧, 目前已经波及到耐克、阿里达斯、匡威、 伯百利等众多国际服装品牌。 那么北京的战狼外交此轮对欧洲炮火全开, 不仅是更有力地把欧盟推向了美国的怀抱, 也使历时十年艰苦谈判才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有可能是面临泡汤, 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众多的国际厂商被迫来退出赞助明年的北京冬奥会。 那么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要善于斗争, 敢于斗争的指示下, 北京的战狼外交是不是已经迷失了方向? 在新疆问题上, 北京不惜代价于整个西方世界, 硬钢的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 还有就是中国政府围绕新疆棉花而煽动民间, 抵制西方企业将会起到什么样的蝴蝶效应? 石大谈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 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第一位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 欢迎常平先生。 主持人好, 吴作来先生好, 观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政论作家, 独立学者吴作来, 欢迎吴作来先生。 林先生好, 常平先生好, 大家好。 我想节目一开始先来请教常平先生, 就是北京呢, 这次是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和欧盟可以说是有点这个撕破脸啊, 那么有一些评论呢, 我们看到在国际舆论上有一些评论会认为呢, 就是说中国在过去一个星期, 对这个中欧关系的破坏, 可能是比这个特朗普政府在过去这个四年来啊, 对这个中, 对美欧关系的这个破坏可能是都要多啊, 但是用一种一种可能是不是很强调的比喻,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首先这个欧盟为什么要在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出手, 另外呢, 中国又为什么敢于和这个欧盟死磕, 它这个底气从哪来呢? 谢谢您的提问, 首先,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突发新闻, 但其实它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其来有志, 从短期看, 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这个完成谈判的时候, 就立即受到 欧洲媒体的广泛的批评, 比如说柏林出版的世界报, 刊登一篇文章认为, 这个从经济的角度看, 这份协议有些意义,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 这份协议未必明智, 他想这个中共正依靠 残酷镇压反对派打压自由媒体来维护其统治, 在香港、北京破坏了国际条约, 这个说这份投资协议, 他还提到中国的经济成就, 也是部分建立在大规模强制 脑洞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他讲这份投资协议, 并没有设置触犯条例的惩罚措施, 这是这个条例最大的弱点, 这个在3月12日, 在中国表决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之际, 24位香港活动人士, 也自信欧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等高官, 呼吁欧盟不要批准与中国的这份投资协议, 这个从更长期来看, 这二三十年来, 欧盟一直在维护和中共的这个关系, 即便是人权对话, 也采取悄悄进行的方式, 这被称为静默外交, 我曾经介绍过, 其实这种静默外交, 这个有诸多专家研究, 这是彻底失败的, 这个静默外交, 它对中国的人权的正面影响, 是微乎起微, 这种途径不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反而让中国政府更加蔑视人权, 非养对话, 这就说到北京的底气从哪里来的问题了, 很简单, 在二三十年来, 在和西方的斗争中, 中国一直是赢家, 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 但是中国现在用它来, 中共现在用它来有效的监控人民, 维护统治, 全球化是西方主张的, 但是中国是最大的活力者, 就是从韬光养晦到敢于亮剑, 从与国际接轨到为世界指定方向, 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所以外界只看到战狼外交, 而没有看到背后的发展线数, 那就很容易误判。 好的, 谢谢常明先生的介绍, 那么吴祖来先生, 我也想听见您的看法,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北京要不惜多年来深耕的与欧盟的关系, 而是非要去应, 以非常强硬的方式去回击欧盟方面, 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 刚才常明先生讲得好, 就是欧洲的这个静默外交, 翻译成中共语言, 就是闷声发大财, 这时候中共的这个政策是一个配套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宏观的理论, 就叫做先让中国自由, 经济自由化, 那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中国就会政治自由化, 这是一厢情愿,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中共有了这样一个经济所谓的崛起之后, 有强大的市场, 有强大的这样一个资金流, 强大的这样一个世界共产的地位之后, 它一直来要挟国际社会, 欧洲对它来已经有深度的依赖, 特别是德国的经济, 以此为底细, 所以他认为他可以跟欧洲叫板, 跟美国叫板, 特别是他在香港问题上面, 辞意妄为侵犯人船, 整个欧洲保持无耻的沉默, 欧洲因此, 整个西方文明因此蒙首为某一种羞辱, 才需要发声的时候, 在他们中共全面撕毁点一些, 所谓传统的协议, 国际的协议, 这是中共得寸进尺的一个底气, 所以中共现在认为, 它在新疆问题上面的任务人士, 它在内政, 欧洲是很难撕破, 已经大选的协议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选择了, 对欧洲的民营品牌, H&M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打击, 但是它现在已经引发出一种大规模的效应, 这个中共现在也是正在进行一些调整, 谢谢。 好,谢谢吴先生。 长平先生就是, 刚才吴先生也谈到, 就是说对于中国是煽动民众, 抵制H&M这个品牌, 那这个动作其实恰好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欧中, 双方是围绕新疆人权问题, 产生了一些应该说可以是说发生了一些倒退, 或者说是全面的倒退这样一个时机, 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个抵制, 我们看起来是由中国的共青团来发起, 但是的确后续有中共的宣传系统, 外交部还有商务部都已经先后的卷入, 而且共青团是翻了H&M在2020年的一个有关新疆棉花的一个旧账, 那是一个之前的一个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之久这样的一个声明, 就是说想听您的分析, 就是说为什么这次抵制行动是由共青团发起, 这是共青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受益, 还是说他们自己去冒进,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总书记就是在3月1号的时候, 在这个中央党校一个中青战补培训班, 开班仪式讲话中, 一个讲话的时候的大谈特谈这个斗争, 他一段讲话中是用了14个斗争, 他说就是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他这个这次的这个战狼外交, 或者说战狼行动呢, 是不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受益, 还有就是说未来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战狼行动呢? 是的, 在中国一切大事都是统一部署,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这个即使中国官场, 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搞经济建设, 也不是搞人际关系, 而是揣摩上意, 领会这个领导的精神, 我知道有些人总是会从外部猜想, 某些部门这么胡乱搞, 给领导添乱了, 让领导丢人了, 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这个胡乱操心, 不过我也要必须指出, 战狼外交并非只是最高领导人, 清雪来潮, 或者他脾气暴躁, 更不是判断失误, 而是中共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我记得美国国际关系学者, 约翰·米尔斯海默写过一本书, 叫《大国政治的悲剧》, 他那本书预言了今天的世界格局,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后, 必然会有称霸亚洲的野心, 也必然引发地区争端, 中国的多数邻国, 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 这个都会来寻求美国的帮助, 最后会和美国联手来对付中国, 甚至引发战争, 他把这称之为这个中国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 或者叫进攻性的现实主义, 那这本书是哪一年出版的呢? 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 今天中共实施的就是他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 而当时大家都还并不知道, 中国会有现在这样一位领导人。 好,谢谢唐明先生。 那吴杜莱先生就是, 现在这个抵制风波是愈演愈烈, 那么之前刚才您也介绍到, 说它本来可能是一个小规模的, 有针对性的一个抵制行动, 那现在这个有点失控的样子, 就是说很多后来美国的一些国际知名品牌, 也是纷纷被卷入, 比如说耐克,巴伦,CK等等, 那么现在这个众多的中国国内的明星呢, 也是纷纷地解除这种所谓这种代言的这种合约。 那么如果说这个抵制风波原本是针对欧洲企业的, 比如说H&M,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您认为是不是闹得太大, 超出了官方的预期?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北京方面有意, 似乎是现在有意是想给这件事降降温。 那您认为这件事情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 先说这个方式收场, 参考以前的所有的反美、反日、反韩的这样一些经济领域的这种所谓的抵制,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谁这个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小红粉们, 也搞不清怎么就这个病毒就没了, 这是我们先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那为什么会企业会启动这么一个项目呢? 刚才你主持人说了, 就是西呢, 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斗争思维, 尽管现在美国说我们之间是一种, 是一种竞争关系, 激烈竞争关系, 但是共产党一直不认为我, 我跟西方是一个竞争关系, 我跟你就是一个地带关系, 武战阶级跟这个资产阶级, 最终是要进行一个决战的, 现在这个第一步是在中美之间要接着太平洋, 我的势力范围, 我要控制我的这个势力范围, 它现在是这么一个斗争的思维, 突然中央就是响应了这个西的号召,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测试, 先通过欧洲这样一个企业进行一个测试, 看看整个世界, 看看欧洲的反应, 没想到这个世界就辽软之势, 这个是他们没有想起来的, 那这个李克强的表现就是不一样了, 去安慰一些外资企业, 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几十万人的这样一个就业, 而且涉及到这个可能是数以百亿计的这样一个税收, 这些东西是李克强要考虑的, 所以现在中共也是在进行一个灭火, 灭火呢西方这些名牌企业也在应对打三折, 让大家去抢购, 一下子就化解了这个小红粉的爱国热情, 最可怜的是这些知名的这些艺人们是最倒霉的, 他们很难得地得到了一个代言人和广告形象代理的这样一些机会, 他们不仅要损失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这样一个过人财富, 还要进行相关的赔偿, 所以朝谁退进呢, 谁都知道谁才逻辑狂奔, 最可怜的可能是这些艺人们, 谢谢。 好, 谢谢吴先生的分析, 那么长平先生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明显中欧关系是处于一个倒退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下, 双方制裁反制裁, 你一来我一往, 这样一轮又一轮, 很有可能会威胁到之前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您在一开始这个节目中也谈到的这个问题, 这个协议我们知道这个谈判耗时十年, 是经过了艰苦的谈判, 虽然现在是双方是签订, 但是还需要这个批准, 尤其是欧洲方面需要欧洲的议会的批准, 那么在这个中欧围绕这个新疆问题交恶, 那么再加上这次这个H&M这个抵制风波, 您是不是还看好这个协定, 因为有很多的分析说现在这个协定看起来有可能就有可能就可能会破局, 那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 就是中欧投资全面协定, 它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保证相互投资, 获得保护,尊重知识产权, 确保补贴透明性, 第二个方面是改善双方市场准备条件, 第三个方面是确保投资环境和监管程序清晰, 公平和透明, 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 第四个方面就是改善劳工标准, 至此可持续发展。 那这个协定谈判浮出水面, 可以说让欧洲的媒体或者说其他人权人士, 这个是更多的会去关心, 当然关心他提到的几个方面, 其中包括这个老公标准。 这个协定谈判完成的时候, 就我所在的德国的各家媒体的批评, 也较多的提到了老公权利, 比如说这个每日进报, 他就写了一篇评论的那个标题, 就是批评说如果签了这份投资协定, 那就是欧盟冒选了中国的强迫劳动。 你看, 这个时候强迫劳动还没有成为这么大的新闻。 他这个评论指出, 说欧洲双方就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共识, 欧洲企业获得更有利的在华投资机遇, 但是欧盟却为此付出了经济利益之外的 这个高昂的代价。 这个高昂的代价就是, 协议相当于默许了中国的强迫劳动, 侵犯了少数民族人权等行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协议浮出水面, 这个可以说让欧盟更有出格, 也更有责任去监督中国的老公标准和强制劳动等情况。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监督, 那么欧盟批准它就成了一个问号。 好,谢谢唐平先生。 那么吴雪莱先生就是, 刚才唐平先生我们谈到就是说, 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到底还能不能往下推进, 对欧方会不会批准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如果说因为这个H&M抵制风波, 再加上这个围绕新疆人权问题的这样一个争端的话, 它不仅威胁到这个投资协定, 而且可能呢甚至会引发到就是说影响到这个每年这个北京冬奥会这个赞助的问题。 现在国际的这个很多, 特别是这个像耐克呀阿迪达斯这些, 这是一些这个国际非常知名也是重要这个体育品牌啊, 他们是往往会赞助大型的这个体育运动会。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 那北京对于北京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 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 是不是北京失算了? 那是不是算一次重大的一个外交失败? 我先讲最关键的, 就是是不是北京的外交的失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但是才从大清朝中共啊, 是非常奇怪的, 内政呢, 巨大的失败, 比如迫害人船, 这个进行一些种族的这个灭绝, 人文灭绝, 这个内政的失败是肯定的, 但是外交啊, 就是一直都是巨大的胜利, 你比如说他利用以后团, 那是一个内政的失败, 国家这个利用这些暴民嘛, 内政是不是巨大的失败, 重创了外交关系, 但是他最后呢, 洋人要求他杀以后团, 他就把以后团杀了, 他又胜利了,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外交谈判, 不杀慈禧, 这西方呢就不改变朝廷, 他又不改变大清的这个政治, 所以这个从大清开始到中共现在啊, 你会发现他内政啊, 都是失败的, 那外交呢, 都是胜利的, 这个胜利不胜利是遮定整个西方, 是不是动他的这个核心利益, 西方啊, 一直都不去动他的这个核心利益, 对中国人民有偿软好处的, 政治体制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西方啊, 就想闷声发大财啊, 他最后有可能也是, 最后像清朝崩溃一样, 他很多的这个债务啊, 也是受不回来, 说到这个, 他现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冬奥会啊, 我估计这些跨过资本, 不会跟中共撕破联平的, 他们会采取一些方式, 公关了游说, 国中央的方式, 中共还保持某一种默契, 但是这个中欧的协议呢, 因为这个广泛的这个抗议声浪, 以及美国的压力, 以及他们现在良知似乎也在觉醒, 所以这个欧洲对于中共的这个投资啊, 可能会受到重创, 但是中共不在乎, 党国的利益啊, 告如一切, 所以他的内政呢, 是永远是失败的, 外交永远是胜利的, 谢谢。 好, 谢谢, 吴素来现在点评, 那么长平现在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啊, 特别是跟西方国家, 就是四面出击, 处处的树敌, 特别是跟这个美国呢, 是硬刚, 而且呢, 是跟欧盟现在有点撕破脸啊, 再加上跟澳大利亚和这个加拿大呢, 也是一种死磕的架势, 那么我们之前, 其实一度呢, 就是外界一种猜测, 就是说北京这个外交大战略呢, 是拉了欧盟来对抗美国, 特别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北京呢, 有人说呢, 这是一种魂不吝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么就是说跟不惜跟所有人都撕破脸, 那么你以为北京有没有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大战略, 那么现在呢, 它这个大战略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战狼外交搞的迷失方向了呢? 不, 中国外交没有发送, 这个西方北京曾经把这个朝鲜的金家王朝描绘成峰制政权,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他们总是心向事成, 他想发散核武器, 他就发散了核武器, 他想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 他也实现了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 中国也是这样, 他有他的这个长远的战略, 吴泽雷先生刚才的历史分析非常有意思, 这个放在白眼历史看, 我们会看出这个有意思的比较, 那我做一个叫短期内的历史说明, 也会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有一天, 这个我走进这个法国驻广州总领事, 张开远先生的办公室, 他正在为接到的一个电话申请, 就是深圳的一个科长, 这个在电话中对这位总领事很不客气, 他当时感到非常的震惊, 非常生气, 那是哪一年呢? 那是2011年, 直到五年以后, 战狼外交这个词才流行起来, 因此很多人认为, 这是习近平时代出现的外交转向, 其实我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我就写过文章, 就谈当时就有外交官, 一些西方外交官在谈中国的, 当时没有战狼外交这个词, 他们叫这个粗鲁外交, 在那之前, 出了外交之前, 他们谈论的是中国的傲慢外交, 这些词都是这个英语翻译过来的, 就是在先是这些外交官用英文这样的抱怨, 所以包括战狼外交在内的中国形象的转变, 更多其实来自中共权力结构的演技, 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当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他在其中只是起到了这个部分作用, 现在习近平是不再是与世界接轨, 而是为世界致敏方向, 这个前提来自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从哪里来? 最早写出文件的是胡锦涛, 在2012年12月, 当时他还是总书记,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 他提出三个自信, 就是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到2016年7月, 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加入了文化自信, 形成了四个自信,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并非天外来客, 而是中共政治, 中共政权自然延续的这个继承人, 就无论怎样自信, 西方社会, 他可能还是无法接受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无数, 人权灾难记录的专制政党来为世界指引方向, 因此战狼外交就成为一种被认为一种无法接受的姿态,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问张泰年先生怎么办, 因为外交讲究对党, 一个小科长去买他一顿, 他摇摇头说, 两手一探, 说没有办法, OK, 这正是傲慢外交, 还是出路外交, 还是现在战狼外交, 遭遇的普遍的回应, 在中方看来, 这就意味着有效, 你没有办法我就有效, 是吧, 所以就从周恩来时代的礼仪外交, 就逐步的过渡到, 通过傲慢外交, 出路外交, 过渡到战狼外交, 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扮演了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他说了很多很刺激的话, 甚至很没有头脑的, 看起来很愚蠢的话, 这个让网民的说法, 就是雷语不断, 很多人觉得是他个人素质太低, 这个, 但其实在我看来, 还有些人认为是, 这个宣传机器太愚蠢了, 给中国丢脸, 其实这些判断都不够准确, 他们这样做, 就是因为目前还有利可图, 如果西方有一天看清楚了这一点, 让他们没有无力可图, 只需要一夜之间, 赵立坚先生, 他就可以变得文字兵兵, 好, 谢谢, 那么最后还一点点时间, 请吴先生来点评一下,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中共继续大搞, 蟑螂外交的话, 他会不会把这个欧洲各国吓住, 那么未来这个中欧关系, 可能会怎么样呢? 中共对内是一个危机处理模式, 但是对外呢, 江南外交呢, 其实它无所谓, 国内、国外对它制造什么压力, 它只要利用这些机会, 进行一个民族主义, 煽动民族主义,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以全面的来与西方进行一个抗衡, 因为西方认为西方拿它们没办法, 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实在谈, 只能继续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长平先生和吴泽来先生参加今天节目, 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是林峰, 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 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促进会, 哈佛人权工作小组, 美国人权基金会, 犹太人争取维吾尔人自由运动, 加拿大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等团体, 星期三发起释放艾克拜尔, 纪念艾克拜尔·艾塞提被非法关押五周年的视频集会, 有一百多人参加了中午的这个网上活动。 来自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库恩斯发表视频讲话, 表示会继续与美国政府部门合作, 急向中国施压, 敦促立即释放因2016年赴美参加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回国后, 遭拘捕判刑的艾克拜尔·艾塞提, 希望明年此时能够举行庆祝他获得自由的活动。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在集会上发言表示, 艾克拜尔作为一个新疆优秀的年轻企业家和慈善家, 为新疆儿童及其教育提供了救助, 他的不幸遭遇更从个人化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迫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的状况, 表明中共当局害怕新疆那些有自己的观点, 愿意为社区服务的维族精英。 他还表示, 人权观察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致力于呼吁国际社会, 要让中国对在新疆的人权迫害付出代价, 致力于使艾克拜尔和其他被监禁的维族人获释。 此外, 前加拿大司法部长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的创建者厄文·科特勒, 美国人权基金会的创办人委内瑞拉制片人及人权倡导者哈佛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雷格·尼迈耶以及艾克拜尔的姐姐, 华盛顿哥林比亚特区的国际诉讼律师热伊汉艾塞提等先后发言, 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的人权迫害, 呼吁立即释放艾克拜尔。 2016年, 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热伊汉艾塞提, 在集会上含泪讲述他一家五年来的不幸。 他说:"2016年的4月7日, 我的生活及我家人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 那一天是我过去五年每天都遭受煎熬的噩梦的开始。 我希望可以抹去他被从我的生活和记忆中夺走的这一天。 我希望可以抹去他被关在集中营罪名只因是维族人而被再教育的三年。 可以抹去他随后未经庭审, 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的被判刑。 今天, 我们颂扬他的人生, 彰显他遭受的不公, 也再次誓言要将他从遭受的折磨中解救出来。 热遗憾艾塞提还介绍了他弟弟的人生以及自己如何从弟弟被抓后的恐惧及令他后悔的未能更早地站出来的沉默中走出来, 挑战中共当局对弟弟的迫害, 勇敢地为他争取自由的经历。 此外, 联邦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吉姆·李施参议员发推, 对艾克败尔的不公监禁及非人道待遇表示关注, 敦促立即释放他。 与此同时, 联邦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及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局等都发推, 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艾克败尔并停止在新间的种族灭绝。 热遗憾的弟弟艾克败尔·埃塞提, 2016年2月受邀来美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项目。 他3月15日返国后不久,便遭到拘捕, 一直没有消息。 2020年年初, 在美国七位联邦参议员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后, 才获悉他被以煽动民族间仇恨,判处15年监禁。 该事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国际组织及全世界哈佛校友和许多参与过美国国务院项目人士的密切关注。 令热遗憾·埃塞提不解的是, 他一家人都是模范维吾尔公民, 父母是中共党员, 弟弟多次被官媒形容为扮演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桥梁的创业家。 埃克拜尔·埃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克达什的创办人, 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慈善活动, 造福老年人、幼童及残疾人。 热遗憾几年来一直为弟弟的命运奔波, 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其释放。 热遗憾的母校哈佛大学的七十多个社团, 今年1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埃克拜尔·埃塞提。 这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辩护者牵头, 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多个学院的七十五个社团联署的声明表示, 作为哈佛校友, 他们支持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热遗憾·埃塞提为他的弟弟争取自由, 及为新疆维吾尔人争取公益的奋斗。 声明号召哈佛学生加入广泛的呼吁, 促请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要求中国政府结束其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系统性压迫, 并对继续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追究责任。 声明表示, 埃克拜尔·埃塞提只是数以百万在新疆遭受政府系统性人权迫害的维吾尔人之一。 据美国国务院及独立人权组织证实, 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被系统性的政治洗脑, 并遭受身体、精神及性方面的虐待, 包括强制节育、酷刑、强迫劳动以及长期不经司法程序的关押等等。 声明还说, 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共识, 即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达到了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 而强制维吾尔人劳工制造的口罩、衣物等其他产品继续令全球供应链遭到玷污。 近年来,中国当局在新疆施行铁腕治理, 严厉镇压当局所称的分离主义分子, 全面进行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电子监控, 到处设置检查站。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被全人类声讨的至江之恶, 是陈建国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最大政治本钱。 我们夜话中南海上期节目刊登和播出的 政治局常委恢复邓时代的偶数制 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文中, 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分析到了 将在明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厂, 如果继续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的话, 狼多肉少。 政治局现任常委中未达退休年龄者 与现任政治局委员中被他习近平绝对信得过的 失灵者对他习近平来说, 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留用谁不留用谁, 提拔谁不提拔谁, 实难抉择。 所以, 假如要效法当年江自民在决策中共 16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刀切办法, 那就是超领者全下, 失灵者全上, 那二十大上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就得是12人制了。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 除了不受年龄限制的总书记习近平, 共有11个不合七上八下年龄标准的七上限制的, 他们是王沪宁、汪洋、赵乐际、陈敏尔、 胡春华、丁学强、李强、李熙、李鸿忠、 黄坤明和陈全国。 这11个人当中, 只有3个人在明年20大时年满67岁, 其他都是年满66岁或者更年轻。 我们在本传来过去的几天文章中 已经系统介绍过, 中共16大至18大这4届党代会的政治局常委 新老交替的年龄规则, 一直都是严格遵循七上八下和七流八下, 比如贾庆林曾经是七流, 曾庆红和王岐山都是八下, 而七上者中的典型则是栗战书及此前的于政生。 总之, 从排排坐吃果果的论功行赏的角度, 习近平要想一碗水端平的话, 在未来二十大上扩大政治局常委的编制的可能性 不能说一点没有。 而且, 在假设政治局常委人数 肯定会在二十大上出现变动的前提下, 变成偶数制, 比如八人和扩增制九人制或者十一人制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在中共执政史上,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 完全因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的喜好而致, 五人、六人、七人、九人和十一人都曾经有过。 1982年在霸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前提下, 把政治局常委安排为六人制, 实际上是在效法1956年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大。 当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六人。 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又增选了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增加了陶铸、陈伯达、 康生、李富春四个人。 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达到了11个人, 也是中共党史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最多的一次。 1969年九大的政治局常委只有五人, 那就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至于九人制常委会,始于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 十大上产生的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 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立伍等九人组成。 综上所述,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八人制和十人制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以标新利益和别墅心裁为其施政特点的习近平, 在未来二十大上把政治局常委人数创新为八人制, 和十人制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一年半之前,中国大陆内地的几家网站曾经相互转载过 史出于红旗在线网的标题为 《党委委员人数问题与党内民主发展》的讨论文章, 认为党的常委会议事选举 必须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人一票原则, 而使用票决制可以纠正常委会的弊端, 常委会决策是所有决策, 包括党内决策和国家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 就党内民主的发展来说, 常委委员人数应该是奇数, 而不应该是偶数。 该文中披露, 虽然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奇数制, 但是该文作者根据人民网的中国地方领导在线做的一些统计分析, 发现在31个省、之下市和自治区委的常委人数中, 其中18个是奇数, 13个是偶数, 常委会人数为偶数的省市占了41.9%。 至于省以下当委常委情况, 该文以广东省为例, 发现14个市的省委常委人数, 其中有7个是奇数, 7个是偶数, 常委会人数为偶数的占了50%。 这也说明, 无论是就省、之下市、自治区一级而言, 还是就市一级而言, 常委会人数为偶数的比例还是相当大。 不过, 该文作者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是2019年7月之前的, 省级党委陆续换解之后, 偶数制常委会的数字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不过无论如何, 因为就像从来没有把党的各级领导人的任期, 制度写进党章一样, 中共政权修订过恩赐的党章中, 也从来没有对党内的票决制度琢磨过, 如今也就更无法想象, 为总书记独尊的习近平, 会从少数不宗多数的票决角度考虑问题。 所以未来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具体人数, 无论是奇数还是偶数都不足为奇。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 李承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 外界广泛揣测的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减为七人, 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 首先, 这意味着负责中央宣传部门和政法工作的两个政治局常委职位可能取消, 这两者被认为是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 其二, 政治局人数减少可能将扩大最高领导层的权力。 这种看法, 在当时的习近平还是刚刚接班的前提下, 绝对是有道理的。 当初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召接班胡锦涛之后不久, 笔者曾经在本专栏的一篇文章里分析过,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假设博古开来没有杀人, 我们只需要假设博古开来杀人之后, 薄熙来接受了王立军的讨价还价, 以申关许愿换取王立军同意把博古开来杀人案永远隐瞒, 而不是一个巴掌把个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事馆。 那么日后发生的故事肯定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就算在事先的酝酿过程中, 胡锦涛和温家宝会提出反对意见, 习近平肯定也会以所谓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手段让薄熙来强行入场。 假设毕竟只是假设, 但是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那十年时间里, 政治局常委会的架构和分权方式为少数不中多数的党内票决提供了可能。 但是今非昔比, 如今由习近平统领的政治局常委会里, 无论人数多寡都不过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英生虫, 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是百分之百的主奴关系, 天天都只会担心自己红红脸出出汗之后的数值报告和对照检查不会令习近平满意, 没有半点可能在任何问题上对习近平说出半个步子。 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 我们没有特别分析过因为代表习近平主政新疆, 所以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人人喊打的过去老鼠的陈全国在明年二十大上的政治前途。 两年前, 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和美国华尔街日报机有文章讨论过陈全国铁腕至江有望入常的问题, 说是中共当时为了打击所谓的三种势力, 在西北边陲的新疆打造了一个极为严密的对人民的监控体系。 作为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为中国转向严厉的威权统治定下了基调, 并获得了北京高层的肯定, 有望在2022年担任政治局常委。 早在2013年, 习近平即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819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要求其手下各级, 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封口浪尖上进行斗争。 我曾经说过,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 有些干部对大吃大飞问题绕着走, 态度暧昧独善其身, 怕丢分, 怕人家说自己不开明, 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这是什么羽毛, 这是什么形象, 故作开明姿态。 把习近平的如上这段讲话与中共当局治疆政策的前后变化联系起来, 就不难看出, 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 习近平把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局委书记张春贤调回北京改任须职, 以及日后在十九大上又把张春贤从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清除的原因, 就是他张春贤在新疆任职期间爱惜羽毛, 故作开明姿态, 东摇西摆, 左右迎合, 虽然没有像当年的李源潮那样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 但是至少没有遭受太多恶评, 习近平在他的那篇八一九讲话里声色俱立的强调, 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 就得斗争, 作为党的干部, 不要去想博得社会各种人的喝彩, 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 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 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 我们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都不怕, 还怕损失一点窝掘虚名吗? 我们党也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 作为党的干部不能用不争论不热潮, 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 绝不能东西摇摆左右迎合, 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 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不能做旁观者, 今后谁在围攻我们的同志, 我们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 党委要发声, 各个方面都要发声, 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 形成一呼百应的姿态, 不要怕被污名化, 我常常讲干部要敢于担当, 这是一个重要检验, 从那以后, 是否被外界舆论质疑过, 是否被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抨击, 讨伐,乃至宣布制裁过, 成了习近平政权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考核的重要参考指标, 而接替了张春贤新疆自治区委书记职务之后的陈全国的 被各种西方世界视为种族灭绝的恶劣行径, 在习近平眼中恰恰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 站在了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原则, 不被污名化的敢于担当, 从这个角度分析, 我们如上介绍过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中所有被习近平视为满意和忘心者当中, 陈全国当初最应该被在二十大上给以政治套赏, 当年江自民把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制改成九人制, 是在原有基础上, 又把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精神文明委升格为政治局常委出任一把手的政国级单位, 习近平接班之后, 政治局常委改回七人制, 中央政法委回归赴国级, 中央精神文明委的一把手也不再是单独设一名常委专任, 与此同时, 习近平又成立了由他自己亲自兼任一把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等实体角色机构, 而这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政法委之间是什么关系, 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们从现在公开信息中可以查到的, 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还是习近平加上张德江和李克强, 但是依此类推, 目前这一届副主席就应该是栗战书和李克强, 反正是一直没有专职副主席, 显然, 无论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国务院总理兼任这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都不过是挂名而已, 没有什么实际抑郁, 而从习工作重要性要超过甚至是远远胜过其他所有党中央决策意识机构, 事实上等同于也是由习近平任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角度分析, 未来二十大上不排除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那就是在政治局常委扩编的前提下, 八人职也好, 九人职也好, 专设一名常委,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专职部主席身份, 同时兼任中央政法委主任, 而习近平把这一职务安排给陈宣国的可能性很大, 既是放心重用, 也是政治犒赏,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法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民众贸易排队争相挤兑的画面, 曾经华西村就是富有成功的代名词, 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下, 人人住洋房, 开豪车, 但随着大环境的改变, 以及内部经营不善, 这颗闪亮的星星, 如今也只能联络了, 画西村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严, 那么我们可以从中识到什么教训呢? 本期节目将从画西村的新筛式探索这个派。 2月22号, 江苏江一市画西村被曝人群贸易排长队, 争相处理财务方面的手续, 有网友爆出画西村遭到挤兑, 资金出了问题。 据新浪网消息, 画西村旗下的画西集团拥有资产540亿元, 负债400亿元, 目前已经破产, 不过该报道现已被撤下。 有村民反映说, 画西集团入股分红从原来的30%降低到0.5%, 原因不明, 引起村民恐慌, 纷纷前来兑付。 一些村民表示, 害怕拿不到钱, 能把本金取回已经是幸运的了。 村民李先生表示, 最初入股的时候并没有签订协议, 只有一张入股凭证, 也无法得知如果其中一方违约应该如何处理。 他表示, 之前说30%的利息, 就等电话通知, 现在也不提供解释, 直接就给这么多。 当天下午, 画西村党委发言人证实网上流传的视频属实, 并说, 外面的引资款到期兑付, 因坊间传言引起挤兑, 画西村资金充足, 兑付没有问题。 画西村被爆破产消息不是第一次, 在2016年就曾经传出类似的消息, 但这次吴锡市国资委介入, 证明了其破产是迟早的事。 油管频道张灵视野主讲人表示, 画西集团破产是必然的, 因为其实质价值比账目价值低得多。 他自己的资产呢, 他估价说是500多亿, 但事实上恐怕连100亿都没有, 因为相差的房子在中国从来都是肚子减的, 根本卖不掉。 如果那个地方呢, 经济非常发达, 还请有可言, 比如说靠近香港的乡村, 那是很值钱的。 他的这个房子呢, 一旦破产将无人问津, 因为你在那买了房子, 你到哪去找工作呢? 你靠什么吃饭呢? 对不对? 如果要买度假村呢, 中国便宜的荒芜人烟的度假村多如牛芒, 谁又去画西村度假呢? 中国的海景房, 现在都便宜的钥匙根本卖不掉。 所以画西村的这个破产呢, 将意味着他整个村的斑断。 江苏画西村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村, 中国最富有的村, 如今变成富债累累, 股东纷纷挤兑,令人扼腕叹息。 画西村如何造就当年的风光, 就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当时的村之书吴仁宝说起。 1964年, 全国兴起一股学大寨村的风潮, 对吴仁宝产生很大鼓舞, 于是他带领全体村民开始改造画西村。 1969年, 全国都在搞斗争的年代, 吴仁宝却将眼光投向了工业, 建立乡村企业, 发展钢铁, 纺织等工业。 1992年, 吴仁宝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深感一个大时代即将来临, 于是通过各种借款疯狂囤积原材料。 后来中国开始新闻发展建设, 画西村第一架囤积的原材料数个月翻了几倍, 画西村因此大赚一笔。 画西村自从60年代就因模范村出名, 如今漫步在画西村触目可及的, 包括北京长城, 悉尼的歌剧院, 美国的白宫, 巴黎的凯旋门等著名景观, 最值得一提的是高达328米, 耗费30多亿元建造的, 极其奢华之所能的龙溪国际大酒店。 酒店的第60层还树立一座价值3亿元, 全金打造的金牛闪闪发光, 在当时要有多气派就有多气派, 而这些景点也为画西村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 油管频道大康有话说主讲人表示, 画西村表面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 骨子里是家族企业。 为什么要死报着什么社会主义, 死报着红色旅游, 死报着毛泽东, 因为这样呢, 他们能把这个个人的家族企业, 凿装成一个社会主义企业, 这样他们就能骗刀太短, 就能拿到各种这样的优惠政策, 个人就能得到政府的奖赏, 个人就能出名, 像吴仁宝这样出名出得这么大, 他到银行去, 行长得直接建他, 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红色包装, 基本就是他们的一个营销手段。 画西村作为中国最富有的村庄之一, 人均近9万元年收入, 一些一线城市也难忘其象背。 张林表示, 在这样的集体经济下, 看似人人住别墅, 开豪车, 但这些都是集体所有, 非个人财产, 而在集体统治下, 村民则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就是在华西村最兴旺的时候, 华西村人没有什么实际的收入, 连个人自由都没有, 一切都受到严格控制。 所以说呢, 将它是一个现代监狱, 毫不过分, 所有的人的行为, 都是在吴家的管理之下, 它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大监狱, 也是中国大监狱的所以。 在张林看来, 华西村的远落, 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崩溃。 这些村庄完全都是靠中共各级部门, 或者各级政府发放的优惠贷款而生存, 优惠的政策存在, 但是呢, 它本身却是亏损累累的, 它从来不赚钱, 所以说呢, 它就是纯粹是中国泡沫的一个典型, 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其实就是泡沫经济, 所以今天华西村的破产呢, 几乎就意味着中国乡村经济的破产, 以及中国基地经济的破产。 在节目下半段, 旅美经济学家秦伟平和我, 就华西村的兴衰史, 带来的启发进行对谈。 江苏华西村是有天霞第一村这个名号, 那么最近它发生这个村民就是争相去挤兑,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原来这个华西集团承诺深宏30%, 最近就突然把它调到0.5%, 那么村民就是担心怕这个血本无归, 所以就争相去挤兑, 那么华西集团也说, 其实他们的资金充于没有破产的这个风险, 那么据我看到的资料就说, 它这个华西集团现在是欠了400亿元, 它的负债率是67%, 也不算太高, 那么从这个公司法这个规定来看, 分红并不是强制性的, 就是公司有盈利才分红, 所以公司可以随着经济的情况, 决定要不要分红, 这个其实是合法的, 我们也知道去年疫情发生, 很多公司就暂停发放股息, 那么您觉得现在发生这个挤兑事件, 到底真相在哪里? 这个华西村, 华西集团是江苏省江一市的一个招牌企业,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他们一面棋制, 那最近包装的几堆事件, 你刚才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从正常的一个投资风红的角度来说, 大家知道投资有风险, 就要谨慎投资, 所有投资者不知道, 但是华西集团向他村民为主的这样一个, 特定群体募集的这个资金, 它不是算一个传统的一个投资, 不是说要承担风险这样的投资, 而是有硬性的承诺给予利息回报的, 在我看来, 更像是一种打插边球的一个融资, 或者叫高期拦除这样一个动作, 投资人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正规的一个投资协议, 我看到媒体曝光出来, 就是有一张集团盖章的一个凭证上面写着, 三年期的一个利息分红就是30%, 其中年期大概就是40%这样子, 这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高期拦除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说到最后它真的是暴零出现问题, 我相信政府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非法融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去查办, 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它到底会不会有货产这种风险呢, 然后你看看来一个报表, 400亿的负债, 然后占总的负债率大概在70%左右, 不是很高, 看起来还不算很大, 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像您或者媒体报道说这个负债应该指的是公开的, 像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其他这种借贷贷款的这样子, 它没有把这个资金状况现在非常不透明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里面的, 我称之为叫非法融资了, 这个资金他们叫投资款, 那这个投资款可能是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在里面, 这个因为它有利息承诺回报的,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负债, 所以我认为如果把这个负债加进去的话, 可能会远远高于70%的负债率, 换句话说, 这个华西集团, 包括它控股的这个华西股份当时公司, 应该资金的负债状况不透明, 是蛮大的一个风险, 很有可能陷入破产的纠纷, 然后这些财权人拿不到钱的这样一个风险,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像他们自己承诺的一样, 不缺钱的话, 没有必要, 都是大部分可能是村民的这个财户投资团, 就是10%的这个年利息, 其实在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包括银行的融资成本之下, 都是很低的一个成本, 我看了有个案例说, 借着20万块钱, 20万块钱你三年承诺就给人6万块利息, 如果熟悉中国这个民间金融, 民间借贷的情况, 这个是很低的利息, 比起来很合算的, 但是它还是没有还, 它说不管你是存多少年, 就是投资多少年, 最终都给, 说给了0.5%的利息, 这个0.5%大概知道是多少算项, 我不说那个跑过那个CTI, 20万利息0.5%只有100万人民币, 连那个手续位都不够, 所以基本就是说没有利息给大家, 然后你要的话, 我可以给本金给你这样子, 但是看来是能自愿其说,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很担心这个本金回不来, 但是在最近几年, 很多投资平台都暴离了, 然后很多人都是血肿无归, 别说利息拿不回来, 本金都拿不回来, 所以这些村民也是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然后呢, 虽然心里有不满, 但是又没有正规的投资协议, 想着先拿本金拿回来再说这样子, 但是我真从刚才讲, 真正的投资情况上不透明, 不知道这一部分资金, 信任的公众承访或者资金有多少, 如果涉及了超过100亿, 或者更高的数字的话, 很有可能后面的人就拿不到, 连本金都拿不到这样子, 值得大家关注和重视, 谢谢。 那我们知道华西集团其实就是吴仁宝, 他的这个家族的集体的这个管控, 那你觉得如果真的发生像爆雷的情况, 无家会不会就捐款潜逃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想谈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关于这个华西集团的, 它那个企业性, 大家知道, 华西集团是分担企业, 它的那个99%的股权控制者, 是这个华西村民委员会, 然后呢, 华西集团控股的这个上市公司, 一间是叫华西股份这间公司, 按大为之, 它旗下又有公众公司这样子, 它的一个管理框架应该是更加透明, 但是实际上, 他们旗下大大小小的子公司, 分公司都是数百家, 然后涉及极大产业, 然后呢, 几乎所有的主要控制人, 都是他们最早的, 甚至是吴仁宝, 还有他的几个子女, 还有他们那些女性这样子,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家族企业的做法, 大家知道这个, 其实它不是民营的家族企业, 是一个集体企业, 也跟国有企业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集体企业, 如果说一直这么多年, 几十年来, 由吴家, 其党支出书记, 陈志书书记, 然后一家人, 现在应该是他的儿子叫吴贤恩, 再次他们陈志书, 一直直接控制这样的一个家族企业, 应该说为未来的华西市的任何的这个债务状况, 应该是要承担主要责任, 包括如果有违法部分, 他应该承担这个违法责任, 你说会不会捐款前逃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估计, 但是呢, 从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新闻线索, 还有这个财务数据来看, 他们执行状况是肯定是出了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而且我刚才提到这个以家族形式来管理的这样一个集体企业, 产权结构也不是很清晰, 这里面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相关的这个企业法来说, 他们背后呢, 如果严查起来,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设计, 比如说贪污公款, 利益输送啊, 这些问题, 这个对他们这个创始人吴仁宝, 还有他们就是几个子女, 主要的这些救护关联企业负责人, 都是他们家族里面的人的话, 我相信他们都可能会承担很大的责任, 而且也不可能这么多人都能跑掉, 未来可能对他们这个家族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 或者说在法律上也会有很多调查, 这里是财经时事厅栏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破产事件的访论, 你刚提到这个华西集团是一个集体经济, 当初就是由这个吴仁宝, 它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村支出, 他就把这个冲香替壤的这个华西村, 带领到这个全国最富有的村, 那么您可以帮一些比较年轻的听罗太熟悉这段历史, 这个吴仁宝是怎么担导的? 好,那其实纵观这个华西村的历史, 跟中国整个经济这个改革开放应该是一百相成的, 它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面其次, 曾经因为华西村属于江阴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自然村, 然后他能成为佼佼者, 然后最终被学者研究一家苏难模式的一个代表一张名片, 确实吴仁宝本人是作为陈志书, 是聪明能干, 政治嗅觉灵敏, 那个经济嗅觉也挺特别灵敏,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这三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提出挑战了创办这个春办企业, 用集体的力量来开始做, 甚至在92年左右的时候, 他又投机了一把, 然后判断对了, 然后储存了很多原材料, 当时也大赚一笔, 就是说他时时刻刻走在竞争者的前面, 跟着改革开放一起走, 他的主要行业还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钢体行业, 那在这他改革开放, 到处搞建设的钢体行业, 火红了很多年了, 所以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大的基础, 另外网络行业, 另外他成为政府的一张名片, 地区的一张名片之后, 他又发动当地的一个鲤油业, 华一生很多人到华西去取金, 所以三大行业, 当然最近十年他们又发生了, 投资了一些什么金融行业, 这样子, 总体而言他是抓住时代形式, 跟着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政策走, 走得很快, 然后当然背后也有政府的大力的支持, 有政府也需要这样一个现场的名片, 所以这样子的确他们创造了一个长期, 当然就最像我刚才提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引发战略, 就是说这个, 他那个企业性质, 如果吴仁宝是一个民营企业家, 他可能问题不会那么大, 他比如说企业扩张的过程中, 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 方法, 当然又是挂住这个集体企业, 而且实际产员也是集体企业, 但是又是他自己家族本人和自己的直接亲属, 直接控制这样一个家族企业的运作, 说实话, 在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政治环境下面, 可以想象的背后, 严格说来, 法律说来, 他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或者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 这可能也是他们一个货根吧, 我认为说这个家族企业的管理, 然后这个产权制度不透明, 然后有争议, 或者说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比如说吴仁宝先生还有他的子女, 为这个企业承办企业付出很多很多努力, 然后他们在这个成功, 企业的成功里面的功劳可能占了80%以上, 但是他们真正从法律上得到了资金的回报, 可能真正荣率是有资金的回报, 可能在20%这样子, 可能他们的企业觉得不平衡,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 它会为企业经营埋下来的一个隐贯, 我个人认为, 特别是在这几年中国经济直接下滑, 然后这次暴出了这个极度的危机, 在经济好的时候, 村民也不在乎, 你说到底是投资呢, 还是高息难处呢, 还是怎么样, 非法融资, 村民可能不在乎, 只要比如说给你10万块钱, 你一年能给我1万块的回报, 就把日子的年息都不错了, 比外面做生意可能还强一点, 可能老板就不在乎, 或者假装不在乎, 有个贪污什么的, 他们可能不在乎, 只要老板就好, 你看家庭住别墅, 大家都很开心的开好车, 是不是, 但是一旦出问题, 这个时候可能老板就要照顾自己利益了, 到底什么状况, 他们可能主要责任人, 管理人, 可能要承担责任, 在这个大的经济环境下面, 我刚才提到他们的三大行业, 钢铁, 纺组, 旅游, 都是严重下滑, 我看到报道说, 他们旗下的因为上市公司, 那个华旗处分, 所预计2020年整个净亏损, 在4亿元人民币, 然后比去年的业绩同比下降170%左右, 就是严重下滑, 所以这个数据, 现在2021年刚开始, 2020年经济数据出来可能会更大看, 包括他们现在这个企业, 遭受的这个资金链危机, 载货危机可能会更加重, 会有更多的真相, 可能辅助水面这样子, 您刚提到他这个华西集团的这个三大支柱产业, 钢铁, 房支, 旅游, 那么钢铁, 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 所以钢铁这个业已经示威了, 那个房支业也算是一个细阳工业, 那么旅游业, 因为随着现在的这个国内的民众, 可以在各地还有国外旅游, 所以到华西村旅游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所以那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吴仁宝, 他的小儿子吴邪恩当这个春之书以来, 试图要将这个他这个企业转型, 那么他也投资了金融啊, 还有甚至一些高新科技, 但是为什么成效不张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嘛, 那第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还是人才的方面, 我觉得一个企业要成功的话, 可能还是要有请专门的人才来管理, 那华西村初期创业初期呢, 比如说吴仁宝也好, 他几个出发所的家几个小孩, 确实有一个优势的地方, 在竞争不是很激烈的时候, 那个市场机会刚打开, 然后他们又能赶为人先, 加上有政府的避暑知识, 比较容易成功, 那现在整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包括有些行业, 它可能涉及到国际竞争, 竞争越来激烈的时候, 应该跟专业的人才的职业经理人来打理, 但是我没看到说, 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是用人的这个局限性, 就是我们叫用人为先还是用人为亲, 我觉得他们可能为了控制这家企业, 用人为亲的比较多, 这方面导致他们在这方面先天的管理, 内压行政地盘的不足, 那另外一方面是, 整个经济的大环节在这几年, 的确是越来越差, 作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加大业大的企业, 很多大企业一样, 他们其实乘出的风险也会非常高, 所以两个原因导致这样一个状况, 您刚才提到一些行业, 行业有些自然的淘汰,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精进的产业, 但不是说每个人, 每一家企业都能抓住这些机会, 相对来说机会比较少的时候就更难抓住, 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市场优胜地态的过程, 我认为说有句话叫, 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挪泳, 我觉得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几乎下滑, 这个华西政府已经挪泳了很久了, 仍然要辅受随便, 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说, 媒体现在说只有70%左右的资产负债率, 严格说来把这个村民入股的资金, 也要作为一个负债来算的话, 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是支付抵债, 可能已经处于一个因灵破产的一个边缘, 这个华西集团它的往昔的成功, 跟就是它这个企业政商不分有关, 当时那个吴仁宝因为关系特别好, 所以可以一些民意借贷到钱,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跟中共的关系很近, 阿里巴巴还有一些民企, 最近中国政府也开始对这些企业开刀了, 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个中国整个经济的大环境有关系, 因为它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成功之后, 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做得很好, 然后政府主要控制的就是国有企业, 军政力下降有些国有企业早就淘汰了, 但还是还有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在增成, 这是中国政府为了对这个社会经济有更好的控制, 它对民营企业其实是一直是需要了之后, 可能就鼓励一下, 然后不需要之后就要打压, 需要更好的控制, 甚至在各方面去扼杀它们, 去掌控它们这样子, 所以现在可能到了一个产危陆转的时候, 就好像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说, 要把那个国企做到做强, 他们的策略就是把中心的全部去扶持国企, 然后没有说去把它做杀掉, 但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杀机取卵, 民营企业甚至空间应该会越来越小这样子。 很多评论都说, 这个华西村的这个它的兴衰史, 很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那么从这一次这个事件, 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能够汲取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觉得我蛮认同这样的句话, 就是说华西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就是剩也是因为这个改革, 因为这个极体, 刷也是因为这个极体, 其实刚开始如果经济改革开放途径, 用极体的力量呢, 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往上走一个台阶啊, 然后后期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真正意义上, 引入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话, 用市场来调为资源, 可能结果会不太一样, 全社会更加清晰嘛, 不至于我相信这个无人保家族呢, 也不会现在陷入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 这种尴尬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为企业创新发展, 然后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实际的回报率呢, 其实跟那个贡献或者承担的风险是不匹配的, 所以呢, 也是埋下的隐贯, 包括今日的状况, 或者未来的出现状况, 我觉得都是很大的一个隐贯, 那另外, 中国政府呢, 在这方面, 它在一直在说搞经济改革开放, 但是呢, 在一定程度之后呢, 一个没有政治改革开放去配套的话, 可能后续发力, 因为它时不时的就要去去掌管这个民营经济, 经济, 集体经济, 它总不是不放心, 那确实在监管方面, 它也做得不科学, 做得不好, 那一刷就死, 一放就火, 一刷就死, 这样可以, 它就是处于一个两难的一个状况, 因为政府呢, 它老是这种, 不是像市场无形手在调费的资源, 它老是有形的手, 来掌握这个社会资源, 出问题, 那华一生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猜想到, 华一生接下来一年两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政府很快就有什么工作组去接管, 然后呢, 想起来又有一个国企去接盘他们, 如果资产是真的还好, 资产货的话, 政府还得去帮他们去善后, 这样子, 然后这个人的话, 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肯定是这个无人保家族来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 胜业一世, 帅业一世这样子, 可能现在是由胜转帅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这样子, 好, 那么秦先生今天就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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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时事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英宁,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期节目, 再会, 西藏流亡政府在4月11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将选出新的司政和45名流亡议会议员, 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在Damsala告诉媒体, 今天的投票是流亡藏人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 及中国没有民主制度, 北京统治下的藏人没有自由, 但是在达拉喇嘛伟大的领导之下, 流亡藏人被赋予民主的礼物, 今天是骄傲的一天, 在台湾的西藏人约有一百多人, 藏人行政中央11号在台北和桃园设立投票所, 在台藏人扎西曾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说, 非常骄傲, 今天辽亡藏才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教育, 所以像辽亡藏的藏人也有劳暴信有权力可以投票自己的领导人, 那看中国那么大, 人数那么多, 但是在中国的辽亡信根本没有这个权力, 中国应该要学习辽亡藏的这个民主。 选时, 自证部分主要有八位候选人,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形容, 流亡藏人要在熟悉流亡社会内政和熟悉国际外交的两位人选中做出选择。 奔巴瓦人得票最多的这个, 他呢是上一阶跟那个洛桑竞争的对手, 他上一次竞选的时候以相近一万票的差距落下, 但是也算是那时候算是黑马, 以前都是一会一展啊等等, 有很深的这样一些在流亡社会工作的历练。 那么第二个叫威格, 威格格桑多吉, 那他来很年轻, 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瑞士, 然后在美国工作, 后来呢是在洛桑申格时代他回来, 替西藏人做事, 替西藏人做事他担任过驻美国代表, 后来是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 那他有很深厚的在国际社会沟通的能力。 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格桑坚称,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由25个国家57个地方共有8万多人注册登记为选民, 在各地投票, 投票踊跃, 预计决选投票率也可能突破7成。 格桑坚称说, 根据林王藏人的选举法规定, 选择24小时以后再开始计票, 计票以后, 那最后把这所有地方选举委员会的票, 集中在南萨拉的中央选举事务数, 由中央选举事务数开始, 全部计票之后, 会在5月14号宣布, 也就是说整个选举的结果。 与此同时,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拉拉巴4月12号, 在对海外12名青年领袖进行视讯对谈时, 提到过去与中国政府交手的经验, 他提到他曾经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他在与毛泽东的会面当中, 深深感觉到当时共产党的精神, 的确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扶植而着想, 但达拉拉巴说, 而且中国却采用了倒立的方式来去镇压西藏, 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因缘, 让我决定从西藏逃离出来, 可是我们来到了印度之后, 我们寻求的并不是西藏的独立, 而是愿意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 大家庭下, 共和是一起合作联盟的意思, 所以我们想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联邦的体制下, 可是我们不希望在极权的一个体制的掌控下, 因为这个本身是会有问题的, 而且中国人民自己本身也想要更多的自由。 达拉拉巴表示, 虽然有一些人批评他中间道路的政策, 但是更多人认同他的政策, 因为他的政策是出于70亿人口监视一体的信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黄台北报道。 2004年, 哈萨克族牧民热河江被控从事间谍活动, 被新疆博洛市法院判刑13年, 2017年9月刑满出狱, 又把他转送在教营积押, 直到本周五获准离开中国, 哈萨克人热伊斯汗, 当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地一百多人到机场迎接热河江。 他是以鉴定罪判刑13年, 出狱后又被关押集中营。 他是今天早晨从阿拉姆土博西机场, 称作飞机场回哈萨克斯坦, 和他的家人团聚。 他已经与他的家人失去联系17年了, 有四个孙子, 儿媳妇都是他首次见到, 他的妻子呢在哈利达, 持续在中国驻阿拉姆土总理事馆前, 抗力活动六十天。 哈萨克人迪娜当天到机场迎接热河江, 他对本台说, 他是成都到阿拉姆土的, 我们是今天早上留点来到时, 吃到一个小时, 然后就起点了, 八点钟之后就出来了, 我们也激动的呀, 昨天晚上开始就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的。 现年58岁的热河江, 是中国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位, 被以间谍罪判刑的哈萨克族人, 该事件曾轰动哈萨克斯坦。 自由亚洲电台曾于2017年率先报导热河江, 2004年被新疆伯乐法院判刑的情况。 当年, 伯乐市安全局指控热河江, 为伯乐市一名高官马告牵线, 向哈萨克斯坦国官员提供情报, 在审讯期间, 热河江遭到酷刑, 在过去的13年, 热河江的妻子帕利旦, 每年都前往探监一次, 而每一次探监只准10分钟。 他万万没有料到2017年9月7日, 热河江刑满后, 却被警方送到温泉县的去极端化教育基地挤压。 热伊斯汉告诉本台, 热河江见到亲人的一刹那, 全家人相互拥抱, 喜极而泣, 不知说什么好。 记者尝试联系热河江, 但因为太激动, 不知说什么。 热伊斯汉说, 不是不接受采访, 是他们现在有他们那个家里的去的上百人, 然后他们家已经团聚17年也不容易, 现在可能心情啊, 思维啊各方面都不集中混乱了, 稍等一两天都结束采访。 为争取热河江重获自由, 长期奔走的哈萨克民间机构,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 对热河江获得真正的自由, 感到高兴, 他对本台说, 热河江17年后回到哈萨克斯坦, 与家人团聚, 这是他妻子和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的功劳, 也是中共在国际压力之下, 做出的明智的选择和进步。 中国当局只有一条路刻度, 那就是释放所有的被非法关押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 除非这样, 我们绝不停止我们的威权活动, 如果中国当局不立即停止他们的反人道, 反人权, 反人力最新, 他们在政革中亚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存不难行。 就在热河江获释的前两天, 一位曾囚禁在新疆在教育营, 现抵达哈国的哈萨克人巴赫塔利努尔因揭露在教育营内幕, 在哈国受到身份不明者袭击。 塞尔克坚说, 目前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总领事馆外, 继续有数十名哈萨克人举横幅抗议, 要求新疆当局释放他们的亲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解读新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和中共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 体会维吾尔等当地民族的喜怒爱乐, 他们的困境和渴望, 接近他们的文化, 传统和宗教, 为您解读新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爱珍, 欢迎您与我一起解读新疆。 近日, 土耳其法院驳回了中国当局, 要求引渡一位维吾尔族宗教教师的请求。 而新疆年胶纤维生产商, 遭到芬兰供应商, 停止供应原材料仪式,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本期节目中,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情况。 据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的律师说, 土耳其一家法院拒绝了北京要求, 将这位维吾尔族宗教教师引渡到中国, 以面对恐怖主义指控的请求, 结束了中国的严厉的惩罚威胁下, 多年来的拘留和法律禅送。 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的律师说, 4月8日在伊斯坦布尔司法宫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上, 以缺乏可靠证据为由, 驳回了他的案子。 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的律师, 穆罕默德·阿纳斯说, 法官拒绝中国, 要求引渡阿布都卡德尔先生的请求, 在先前的审判中, 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先生被禁止出国旅行, 该决定被撤销。 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先生现在是自由的, 62岁的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 为了扰乱我的和平生活, 并破坏东图厥斯坦的事业, 中国向其他政府施加了残酷的恐怖指控, 对我施加压力。 今天, 中国的所有诽谤, 即对我和对东图厥斯坦人民的欺骗, 都受到挫败。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打击中国在东图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东图厥斯坦是维吾尔人在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使用的名称。 他们希望在这里重建1949年成立共产主义中国之前曾短暂存在的独立国家。 阿博多卡德尔雅夫权已获得联合国内民署的政治庇护, 并已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18年。 1998年, 他凭借获得的假护照, 从中国逃脱, 然后他可以前往沙特阿拉伯参加朝禁。 朝禁是虔诚的穆斯林所进行的朝圣之旅。 自从这位喀什本地人离开中国以后, 维吾尔人的镇压急剧恶化。 从2017年以来, 约有180万图厥穆斯林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中, 而其他政策则促使美国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议会, 在今年戒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国家支持的暴行是种族灭绝。 东图厥斯坦组织国际联盟主席, 东图厥斯坦教育与合作协会主席哈达雅图拉·奥古兹罕表示, 法院的判决对维吾尔人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维吾尔人面临着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引渡公约的威胁, 土耳其约有5万名维吾尔人。 奥古兹罕对自由亚洲电台维吾组说, 这一决定意味着土耳其正在考虑东图厥斯坦人民的价值观和敏感性, 朝着东图厥斯坦方向发展。 四年前,中国曾要求土耳其引渡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先生, 并错误地指责他为恐怖分子。 在这四年中,他多次受到审判。 今天,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的请求, 所有限制都已解除。 他在土耳其以外的旅行,将因结束此案的决定,而不再受到阻碍。 中国指责阿布都卡德尔雅甫权, 加入了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该组织去年十月,被美国国务院,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国务院表示,十多年来,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继续存在。 中国经常称维吾尔族流亡维权人士为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员, 以抹黑他们对该地区持续侵犯人权的主张。 同时,支持当局的说法,即新疆维吾尔人在北京的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东图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则促进了分裂主义,和从国外指挥中国境内的袭击行动。 雅夫权于2016年8月31日被土耳其警方逮捕,罪名是恐怖分子,此后被拘留或软禁。 律师伊布拉辛·埃尔金表示,中国政府在2016年和2019年的引路要求,提供了长达5页的起诉书的支持。 但是,在2020年6月,中国提交了长达68页的起诉书。 他说, 土耳其法院坚称不能证实中方的指控,并要求中方提供更多证据。 但是,中方未提供任何证据。 北京于2003年将雅夫权列入黑名单,当时雅夫权被列为中国第一个涉嫌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名单。 名单上的11名可疑恐怖分子和5个组织,全部被确定为东突厥斯坦恐怖组织,例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或个人。 阿博都卡德尔雅夫权因为在地下宗教学校上课,散布分敌主义思想,并非法拥有中国法院针对另一名维吾尔族激进主义分子作出的有罪判决书的副本,而被判入狱三次,分别在中国监狱服刑12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是陈奈珍,与您一起解读新疆。 在停止向新疆地区最大的粘胶纤维生产商之一提供原材料之后,一家芬兰供应商已成为与被指控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计划的公司解除关系的最新公司。 报道称,由于近期西方媒体和政客频频炒作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斯道拉安索作为新疆地区的一家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也遭到了媒体关于所谓道德问题的质询。 3月29日,全球最大的纸浆和纸张供应商,斯道拉安索,停止向中国中泰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生产粘胶纤维所需的材料。 粘胶纤维是一种类似于棉,但由纤维素或木浆合成的人造丝纤维。 从2017年到2020年,中泰从芬兰进口了价值约3.67亿美元的原材料。 中泰化工是一家中国国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密相关,并且是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向中国棉花和纺织工厂提供粘胶纤维的主要供应商。 斯道拉安索的决定,是在全球范围内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问题,采取更多行动之际做出的。 斯道拉安索的传播主管沙图·哈克恩向自由亚洲电台维吾组证实,该公司已停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公司提供粘胶纤维原材料。 他说:「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业务关系,但是我们决定离开一个全球性业务领域。」 他补充说,斯道拉安索在4月23日之前不会与媒体进一步对话。 但是他强调说:「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由于正常的市场需求,特别是与任何国家无关。」 他说:「自201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全球只将业务中,这是退出一个全球业务领域的战略决定,这与特定的市场无关。」 他拒绝评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侵犯人权的报道,尽管斯道拉安索的决定是在全球针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问题采取更多行动之时宣布的。 在最近几天和近几周内,耐克、H&M和阿迪达斯等知名品牌已公开承诺停止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购棉花。 此后,这些公司成为全国范围内公民抵制的目标。 随着国际上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情势的审查日益增多,包括美国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议会,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政策的一部分。 北京越来越多的将被拘留者毕业并加入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迫劳动条件下工作的,通常是在该地区的主要棉花生产部门。 国际品牌拒绝使用所谓的新疆棉,正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和纺织企业造成严重影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劳动力是制造业的基础,影响所及,中国政府最近开始威胁那些承诺不使用新疆棉花的全球知名品牌。 全球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不仅影响了棉花本身,而且还影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应店中的年胶纤维。 据估计,中国的年胶纤维产量约占全球三分之二,而新疆最大的年胶纤维生产商中泰化学的产量又占中国总产量的20%,仅在2020年,中泰本身就生产了约73万吨年胶。 中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该公司已通过其劳动力转移系统输送维吾尔族劳工。 在2018年10月,从和田地区迁移了84名维吾尔族工人后,该公司于2019年,再将和田地区于田县79名维吾尔族工人迁移到内地一家工厂。 中泰在先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拉尔、库尔勒、托克顺、昌吉和地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工厂,雇佣了3万至4万名工人。 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通过国营计划被迫工作的维吾尔劳动人数。 在荷兰的维吾尔维权人士与分析员阿西亚阿卜杜勒·赫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只有在供应链和与中国的其他联系被完全切断后,这种情况才会对维吾尔人有利。 他说 如果国际社会真的想解决这一问题,停止维吾尔努力劳动,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整个供应链,并辨别强迫劳动的使用, 上升到什么水平? 供应链像蜘蛛网一样旋转,只有当供应链和供应循环破裂时,对维吾尔人有利并对中国造成打击的情况才会形成。 好,听众朋友,今天解读新疆就在这儿结束了。 我是陈奈珍,也欢迎您继续与我一起解读新疆。